一位从大山出来的孩子 第一次接触到相机 就爱上了摄影 用相机捕捉了世界上令人震撼的各种景象 他的作品呈现在北京 朝阳区的罗宏摄影艺术馆 一个温润人民心灵的艺术空间 我们的探亲之旅 首站是北京朝阳区 罗宏摄影艺术馆就在朝阳区 因此这个艺术馆早早就在我们的行程之中 罗宏摄影艺术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 不时有飞机从头上飞过 外面庭院以松树为主 大大小小置干各异的松树 将庭院呈现禅位十足 原来他是日本设计大师 吉刚德仁所设计 前面水池有井梨 后面池塘有天鹅 整个庭院也做到了温润心灵空间 艺术馆分为两部分 前面是展示罗宏摄影艺术作品 另一部分是展示各式洗点蛋糕 也有餐饮服务 摄影艺术作品也分两个部分 放映厅固定排好的时间 放映罗宏摄影的实录经过 大约每隔40分钟就有一场 影片内容包括罗宏数十年全球各地的摄影作品 许多作品是出界直升飞机 从高处拍摄到的绝美难得的影片 拍摄美造非常不容易 费时费心更费钱 厨房影厅走上长廊是摄影作品展示厅 罗宏的作品被放大 整面墙那么大 从非洲动物到国内西部高山峻林 每幅作品都极具震撼效果 在罗宏摄影馆的另一侧 是展览各式美丽的蛋糕 从生日蛋糕到大型的婚宴蛋糕 原来罗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创建想遇中国的烘培连锁品牌 好历来 以企业赚到了钱来支持他的摄影工作 更有趣的是 他1992年创立蛋糕店 是因为母亲生日 没有买到满意的生日蛋糕 现在已经有千家直营连锁店 七家现代化食品烘培工厂 罗宏先生希望儿童从小能够接受美的熏陶 15岁下儿童一律免费 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一律半价 展览时间每天9点到晚上9点 本票成人一张100元人民币 罗宏摄影艺术馆是2010年开始建造 罗宏庆祝平身所有 就六年时间建造 收藏和展出他的摄影作品 并时时有更新 馆内作品很多是2022年 2023年的空拍摄影的成果 他的宏愿 希望成为人们温润 人们心里的艺术空间 一个全民能接受艺术熏陶的场所 能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个精神财富